你成為了醫生嗎? 是呀 是呀 我是7月1日完成了實習 其實我現在覺得想專注去選港者 所以我現在暫時不是在醫管局那方面工作 你覺得終於完成了實習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很開心完成了實習是我人生的一個新 milestone 同樣地我來選香港小姐也是一個人生很大的 milestone 我覺得去到20強雖然有20個女生 但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每一個女生我覺得是需要有一個多元化的一面 香港的女生尤其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做得不錯的 我希望可以代表這件事 在這個事業和參選上你那時是怎樣抉擇的呢? 其實我覺得兩樣是要有一個平衡的 對我來說 我想做好香港小姐 因為目前我覺得這件事對我是一個很多元化的發展 遲些我也覺得在未來的一年 其實我都會完成到一個眼科和皮膚科的文憑 所以在未來的一年我也想進修多一點點 令到自己點綴多一點點我的能力 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 因為其實我實在那個期間 接觸這方面也比較少一點的 那我希望可以有多元化一點的自己 那也都同時 港姐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experience 所以我出來是一個拿經驗的一個心態 那也都覺得是很多師姐可以帶領我們 去學一些不同的東西多元化一點的一些事物 那我覺得是很好的 有人就說你如果繼續做醫生會好過殘存 或者留在魚下去你自己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兩樣東西 是決責要做一樣東西 當然同時是會比較吃力一點的 那我也都覺得做醫生是我的身份的一部份 那是24個小時不會說是 就是下班之後就變回另一個我 我覺得是無論是發生什麼事 如果是突發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幫到忙的話 那我也會希望可以幫到 所以就不會說上班下班 或者如果就會變成另一個 另一件事 那我覺得是我的一部份 就是希望可以幫到人 那 in what capacity 就看一下到時發展是怎樣 那你媽媽就說會 即是未來這一年會繼續多兩回合 那你真的會分到身後 那其實這個是進修的一個 里程立碑 那其實是 是不是里程碑 是不是用錯字 我忘了 進修的一個過程 過程 那其實我覺得進修的過程 就不是太吃力的 那暫時呢 就是選的過程中 我都一直在進修 那未來的一年應該都是 不會太吃力的 因為這個始終是一個進修的一個形式 那我也希望可以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發展的空間 不間 不間 對了 目標自己呢 如果要留在這項發展的話 目標啊 我覺得20歲是一個 可以探索一下人生的一個 一些的事後 那看一下有沒有發展機會 或者看看自己 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現在做了大概一個月 不夠三個星期左右 但是其實我發覺 我自己是真的很享受這個項目 還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可以接觸不同的人 還有不同的層面 無論是化妝 舞蹈 唱歌 走路 走貓步 甚至是今天上台表演 Rehearsal 導演 監製 其實我覺得是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繼續探索一下 還有人生有一些色彩 所以待會兒跟那些人 那麼多說 沒錯 謝謝 也有 關鍵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